傍晚的時刻 颱風的中心位置 正在逐漸的逼近台灣 目前是在爾蘭比的東南東方 約在350公里的海面上 暴風半徑的範圍是200公里 也就是說暴風半徑的邊緣 距離我們的陸地 現在只有在150公里了 所以在未來的幾個小時之後 暴風圈即將要接觸到 我們的最南端的南台灣了 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不過現在的這個時候 從這宜蘭 以南到花蓮 台東 都開始會有一些 間歇性的陣雨出現 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雨的部分會越來越明顯 還是要呼籲提醒大家 等一下下班下課 騎車的朋友 還有晚上如果要晚歸的朋友 都要特別注意安全了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現在這時候的 整個颱風的狀況了 先來注意到 這一張的衛星雲圖上面 我把颱風的暴風半徑 也標了出來 這個暴風半徑 是200公里的暴風半徑 現在它的中心風速 是每秒58公尺 也就是這個區塊 中心的部分 就是這個中心點了 中心風速大 相對的在這個颱風的 整個環流結構來說 因為它在昨天到今天 這一段路徑當中 因為這個區域的海溫部分 是一個偏高的狀況 這個地方的海溫 有達到30度C的海溫 所以它增強的幅度 從昨天的每秒51公尺 增強到每秒58公尺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整個颱風的 走的路徑方向來說 因為隨著北方的太平洋 高壓勢力是一個比較偏強的狀況 相對的它就以比較 一個偏西的方向在移動 那對我們台灣來說 因為颱風的中心 很有可能會在那巴士海峽 台灣南方的近海通過 那強的風雨區 其實最主要最強的風雨區 就是這颱風的暴風半徑 內的80公里 這個區塊來說 是個強風雨區了 所以到了明天的早上的時候 整個強風雨區 可能會籠罩到的範圍 就會在那墾丁 還有包含了加熱水 還有包含了車程這附近 颱風的中心位置 目前看起來 是從海面上通過的機率 比較偏大了 現在移動的速度方向來說 很穩定的朝著西北溪 每小時是24公里 轉21公里的速度前進 但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外圍的一些雲層 已經開始逐漸的 在接近台灣了 所以現在的這個時候 從宜蘭以南一直到台東地區的朋友 開始感覺到有一些 間歇性的陣雨出現了 我們接著用這一張動態的雲圖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颱風眼清晰可見 移動的路徑方向來說 也很穩定的朝著偏 西北溪的方向在移動 因為最重要就在於 北方的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仍然是一個比較偏強的狀況 導引氣流非常明顯 在今天早上甚至每小時 移動速度達到了 30公里的速度前進 但我們可以注意到 颱風的整個偏南的狀況 對我們台灣相對的 是比較有利的現象 因為在現在的這時候 強的雨區 風區 都即將會在台灣 南邊的巴士海峽通過 但是在現在的這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外海的一些對流雲帶 很快的就開始接近到 我們台灣的上空了 所以現在這時候晚上開始 首當其衝 東半部地區的朋友 你要特別的注意 伴隨著會有局部性的陣雨 或比較強的一些對流現象出現 當然風力的部分來說 也現在開始要逐漸的增大 從這張路徑圖上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在未來的24小時當中 它還是一個比較比 偏西北溪的方向在移動 到了時間點 明天早上的8點鐘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 就已經到達了 鵝蘭比附近的海域了 而到了明天過中午以後 颱風的中心就通過了鵝蘭比 所以要提醒大家 從明天下午以後的 這一段路徑來說 要特別留意的就在於 下午以後開始 也就是說從明天的1400以後 一直到明天的傍晚這段時間 颱風的中心 在高雄的南方海面通過 整個風場來說 會一個比較偏著南風上來 所以在南部地區的 風力的感受上來說 明天下午就非常的明顯 不過北部的朋友 在明天早上的時候 隨著颱風的中心 已經在8點中進到了 鵝蘭比的南方海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台北地區 會因為一個正東風的關係 所以北部地區因為地形效應 正風在明天早上 也都會有偏強的狀況 從顯示圖上 也可以注意到時間點 第一個 明天早上的時候 颱風中心已經離我們 台灣最近了 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已經到達 澎湖西南方 接著到了禮拜四中秋節 當天早上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就會在那 金門附近登陸 之後進入中國大陸 台灣的警報 渴望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逐漸的解除掉了 不過現在的雨量的部分來說 會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而開始增強 目前在今天白天的降雨狀況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偏少的狀況 用個提示來告訴大家時間點 第一個 今天晚上在高坪地區 要做好防台的準備 明天慶城肯丁的風雨 將會達到最大的狀況 明天的中午以後 台南 高雄 屏東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南風上來 山區下好雨 海邊陣風會偏強 而到了明天晚上 金門的風雨要開始逐漸增大 而到了禮拜四 星期四的早上 颱風即將遠離了 到了中秋節晚上的時候 雨後轉多雲 你可以賞月 雲鳳中介月亮 可以烤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的颱風影響時間來說 相對的它移動快了 影響時間縮小了 不過最主要 還是提醒幾個地方 台東 屏東 台南 高雄的朋友 要特別的注意